大家好,最近越南精神停电,包括河内市,我所在的河内还有北宁都有不同程度的断电,因为这并不能说明越南的电力很落后啊,我们知道因为夏季越南的天气是很炎热的,所以用电量会直接飙伤啊,再加上由于夏季它的水电站的那个水位下降,导致水电的发电量只有巅方时期的四分之一 所以我们知道电能它是比较难以储存的一个能源啊,并不能说你按照你每年都按照你年的最高用电量来发电,这样的话如果到了淡季,你的电是卖不掉的,所以或多或少都会存在用电高方电量不足的问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部有很多的电子厂啊,去年是没有的,因为这两年现在包括富士康和三星啊,在越南的北部 包括中部啊,建立了很多的工厂,我们知道空业用电量是很大的 它也进一步加剧了越南的缺电的状况,现在越南包括大学啊,政府机构啊,他们都开始限电啊,主要是在 用电高峰的时候,它对你进行限电,包括工厂,它会让你在啊,比如白天的时候啊,下午用电高峰停工,然后到凌晨以后 这个时候人们都睡觉了啊,可能用电量会减少,再让你开工生产 呃,工5月6月7月,越南的电,发电它减少400万千瓦啊,但是用电量又飙升,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富士康,我看到富士康已经开始决定明年开始自建发电城了 因为对于他们这种工程来说,如果一旦停电,会影响产品的交期啊,从而损失订单 或者需要赔付客户延时费 所以缺电已经成为越南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,尤其到夏季啊,越南可能会从中国的广系上采购一些电力吧,啊 这个视频就讲到这里,大家再见